今年雨下的少导致春茶是严重减产 茶浓于苦五类 但是呢制茶过程也增加了很多困难 采茶姑娘排排站 动作俐落干净 又到了云林谷坑山区春茶的采收期 但因为今年少雨导致产量严重损失 茶浓较苦连天 若薄水泥的就采采了三成 若薄水泥到没有田地灌溉水泥 就连制茶人员也觉得难度很高 它就是比较难做 然后骨头会比较硬 像今年都的河林那里做的时候 我们今年的春茶它的名颜就比较差 所以说它这棋子都比较小硬 它的成长都比较不良 除了采茶的辛苦 看着群制茶人员场内场外忙进忙出 茶浸经过日晒 机器揉拧然后筛选 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同样的动作 制茶师们一刻也不得闲 廖村长表示 虽然后制比较麻烦 不过今年的春茶品质本倒好 今年的春茶品质很好 因为它的水分很少 它里面含质量比较高 是三种酒而已 品质是相当好的 你不管是金仙 或是乌龙 或是四季村 今年的品质都很好 从目前的农作物收成情况来看 植物对天气变化的感知是最快的 如果真的再不下雨 不只是人要陷水 第一时间受影响的 恐怕是这些作物了 新唐人亚特电视 廖立芬 台湾云林报导